海綿寶寶 好可愛 香港很少有賣的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Digital Photo Film 加Alarm Clock Alarm Clock 怎樣設定 很簡單 所有功能都在旁邊的按鈕 只要按Enter 大約2秒 就會把時間 和月曆 日期都會顯示出來 在跳動的地方 就是我們可以調校的地方 只要按墊咀向前 或者墊咀向後 就可以調校你自己 適當的時間和日力 只要再按Enter多一次 就會跳到下一個 如是者 下面的也是這樣 剛才提到 Alarm 的功能 就是當我們走到這裡 再按多一下 就會出現了兩個Alarm 我們可以設置兩個不同的Alarm 那怎樣去調校呢 亦都是按墊咀 令到它 On 和Off 你看到 跳動了那個 嗯 交時間都是按多一下 Enter 沒錯 如是者都是一樣 我們現在可以出外面 再看看 它主要的 畫面 對 那就有Alarm Clock 咦 還可以同時看 連月日 同時間 看完所有東西 不錯 沒錯 還要在頂頭位 你看看有什麼 咦 對呀 有個Snoose Function 即是每五分鐘走一次 沒錯 就是這樣 然後 只要我們插個USB 就可以看到 我們想要看的相片 我們現在插進去看看 咦 除了USB之外 這裡的頭還可以插SD卡 其實相片很方便 沒錯 除了SD卡 還有其他不同種類的卡 只要看那個說明書 都會寫得很清楚 好了 插了 你會看到它自己會自動播放 咦 如果我只是想停在一封相片那裡 那怎麼辦 按Enter一下 它就會停在那封相片上面 但是如果我們想局部放大 只要按第三顆鍵 是箭咀的 大概兩秒左右 它就會把那張相片公布放大 再按第四顆鍵 也是兩秒 它就會把它還原回之前的畫面 哦 如果那張相片不適合位置 那我應該怎樣做 按最後一個顆鍵 Rotate 它就會順時針方向來轉動 由於現在這張相片是對的 所以你會看到不同了 但是只要我們按到 我們自己想要的畫面 那就可以了 咦 它調轉得不錯 就這樣 這個就是Arround的功能 咦 對呀 那我按一下 有五分鐘太閃閃了 或者如果我關掉它 怎樣關掉 Exit 那真的要起一身才能做到 沒錯 因為粒鍵是比較小粒的 不錯呀 聖誕節就到了 應該買一份給我 不如你再送一個給我吧 不如你再送一個給我吧 謝謝 謝謝